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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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权益 我们下面一起来读 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那这个彼得很斬经结底的告诉他们说 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得到权益 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那拿撒勒 那拿撒勒是一个小地方 他们是觉得拿撒勒 这个根本就不会出过 出什么什么什么闲置了 那其实他们都搞错了 其实约拿也是 也是拿撒勒 就是加利利的人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在降世的时候 他的名字就叫耶稣 那复活之后 他的名字还是叫耶稣 那不过弟兄姐妹 前面的耶稣跟后面的耶稣 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很多的人都叫耶稣 不是只有耶稣的名字叫耶稣 很多人就好像 今天很多人叫 很多人的名字 都是什么猪 什么恩惠 很多人的名字叫恩惠 很多人的名字 在美国 很多人的名字叫保罗 很多人的名字叫大卫 那弟兄姐妹 可是耶稣复活以后 还是这个名字 不过这个名字不一样 这个名字是经过 被认证 耶稣基督 这个名字 耶稣 这个名字 就变成真正的救世主 那菲利比书第二章 刚刚特别讲到 耶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凡道须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既有人的样式 就存心卑微 以至于死 且死在死之假上 那接下去说 神就用右手将他高举 并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哇 弟兄姐妹 现在耶稣这个名字 不再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名字 耶稣 他现在是死而复活得住 弟兄姐妹 感谢住 这个名字 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说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 你们要奉我的名来祷告 就是在我的名里面来祷告 弟兄姐妹 感谢住 那天彼得告诉 这些官府来查问他的人 告诉他们说 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得医治 是因为耶稣基督 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他得医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住 今天我们是多么的蒙福 在上帝 要借着这个名 叫我们能够在地上 为耶稣基督执掌王权 在地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住 耶稣的名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今天还是在我们的口中 还是这样荣耀的 一位主的名字 所以也是一个充满能力的名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就每一次 当你看见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你就有权柄 为他祷告 如果我们遇见有一个特别的状况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没有人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就有权柄 奉耶稣的名 来翻转这个局势 弟兄姐妹 感谢住 最近台湾疫情 我们之前疫情 我们就奉耶稣的名 我们就叫这个疫情平静安稳 像风浪一样 就让他平息 他就平息一下 弟兄姐妹 感谢神 现在我们缺水怎么办 我们就祷告 求主让雨能够降下来 让每一个水库都能够满了水 那弟兄姐妹 我们凭什么 我们是一个渺小的人 我们凭什么 我们就奉耶稣的名 来做行作这一切的事情 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名字 因为耶稣名是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透过耶稣的名字 来祝福人 这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有些人 正遭遇 比如说车祸 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我们就看见 很快 这个事情就一件一件 一样一样就成就 就解决了 那有些人的身体 有问题 他们祝愿了 那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为他祷告 弟兄姐妹 看见上帝要成就 奇妙的在我们的身上 那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一个人祷告 我们孤单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RPG是不是 RPG在一起 弟兄姐妹 地上有三两个人 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就会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就释放 耶稣在那里连续讲了两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凭着什么 凭着耶稣基督的名 上帝赐福给你 今天福尊走到哪里 你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来治理你的家 治理你的工作的地方 治理你在教会里面的福事 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地上 为我们的主 靠着他的名 执掌王权在地上 上帝命同在 阿们